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本期的频道 最近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国内从事建筑行业的一些小伙伴们的一些咨询 就是想咨询怎么样来出国移民到新西兰来 这个的话我们相信也是跟国内现在房地产行业不景气非常相关的 像现在国内的像像恒大啊 肥贵园啊等等很多著名的房地产企业都在开始爆雷 然后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啊 一线城市可能还稍微的能够坚挺点 二线啊三线城市啊的房地产基本上可以可以说是腰开始腰斩了 这也能这也会导致很多一些小型的建筑公司啊 然后都已经开始重拨不下去了 那这些建筑行业的工人的建筑行业的从业者们已经开始失业 那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跟哈罗一起拍视频 哈罗也是我们主持人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邀请哈罗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嘉宾来分享一下看 因为哈罗据我所知 他在新西兰建筑行业也从业了一段时间了是吗 对 举起多久啊 两年 两年是吧 好 那就再给哈罗来分享一下新西兰的现在一个建筑行业的一个情况 嗯 大家都知道我自从转行已经在建筑行业两年了 然后建筑行业 这两年时间 新西兰的建筑行业也经历了一个波折吧 从涨 然后跌 然后现在开始慢慢回暖 然后身边的朋友呢 也很多的朋友在买了新房 然后我们同事一共五六个人 就有三个朋友 在最近先后买了新房 他们是不是都是 拿到那个2021年的 他那个阿维之后大赦的签证 对对对 拿到签证之后就可以买房了嘛 有十多万人 看来有十多万人要买房了 对全新西兰也有十多万人 买房需求 所以说新西兰因为不缺人嘛 它的房地产事业当然也会旁波发展 我感觉 然后大家知道去年国外党上台嘛 然后他也比较重视经济的一个党派 他自从上台之后呢 也推出了很多振兴房地产 振兴经济的政策 对 我也有所耳闻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有税务的减免 就是比如说你买一套房 在出租的所得的钱 之前要交很多的税 然后现在呢 有税务的减免 所以说也 所以说也触及了很多人 能够投资到房地产行业当中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之前买了房子 要十年之后卖 才不会收取那个 比较重的这个利息税 对 增值的税 然后现在呢 把这十年再加两年 就会轻松了很多 就会灵活了很多 就就是相当于说 我原来十年的时候 我要买我要满十年 我常常去卖的房子 才能够交 不用交很多的税 现在两年的话呢 就更加灵活了 我可以一买 然后两年一过 我就可以立刻卖 就可以不用交很多的税了 对 那国家党这些利好的政策的话呢 也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新西兰的建筑行业 也开始回软了 那么建筑行业的这个从业者们 也就会也会 我相信也是会收益良多 今天的话呢 我们也是想来分享 在建筑行业两个 闷声发大财的好职业 第一个职业的话呢 就是建筑经理 建筑经理 在你们行业叫什么来的 project manager project manager 我们知道我们要 比如说我们要去建一栋 民用住宅 或者说我们要建一栋商用住宅 它都是一个 它都是有一个团队的 对不对 团队里面会有什么 有设计师 然后报价 报价是估算的 估算 然后材料 然后和客户对接 然后要跟整个流程 反正还挺多的 我们刚刚提到建筑经理 他的责任非常重 他的责任非常重大的 他要能够吹导 就是我们整一个团队 都能够很顺利的进行 对我所知啊 这个建筑经理的话 他的责任非常重大 也非常的忙 但是他的薪资也颇高的 让我们Hiro来跟我们讲一下 他的薪资大概是有一个在怎样的范围之类 差不多刚入行的话 有50到90万所有人民币一年 然后如果干了两到三年了 差不多60到100 对 那据我所知 好像这个建筑经理的话 就是有初级 然后中级 还有一些高级的建筑经理 那高级的建筑经理 他的薪资能够到达一个整个区间 对 高级项目经理还是 工作的还是蛮多的 因为高级项目经理 在大公司里面 他会有很多的项目同时进行 然后他会非常的忙 但是挣的也会非常多 那这样子理解的话 那应该是联薪百万 人民币应该是不是梦了 对吧 好的 这个就是项目经理 他要的这个职业 那么我们第二个要 第二个要分享的这个职业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团队里面的造价师 造价师的话 据我所知 他就是我们知道一个项目 要开始运行之前 他需要先去写可行性报告 比如说我们要建这个项目的话 我们需要用到多少的人工 多少的水梨 多少的木材等等 需要花多少的钱 钱是最重要的 然后这个项目的话 我们预估要花几个月去完成它 还有就是在项目推进的工程当中的时候 他需要去能够确保 这个供应商 使用单位 他们要能够及时的把这些物料 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还有如果说在中途发生的一些意外 他要能确保 我这个整个项目 还是能够在预传的控制范围之内 所以这个岗位的话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这个职位 据我所知 他的薪资也是非常高的 哈罗斯吗 对 对差不多刚入行的话能有个年薪在二十万到四十多万人民币 然后工作个两三年 对 丰富经验丰富过了之后呢 工资工资差不多能够翻倍能够达到四十到八九十 哇 这个这两个职业看来真的都是一个薪资非常高的一个职业 那么我相信可能很多在国内从事建筑行业的朋友们就会来问我们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从中国然后过来新西兰找工作 据我所知的话还是不行的 因为在虽然说都是建筑行业 但是中国建筑的标准和新西兰的建筑标准还是一个相差 差异还是非常大的 工艺材料流程都不太一样 所以您如果说想要在新西兰也能够很顺利的工作的话 你还是要来新西兰去读一个相应的课程 熟悉新西兰的相应的知识和标准才行 比如说您在国内你有一个建筑或建筑或施工方面的本科 你完全可以来新西兰去读个一年的相关的硕士就可以 但如果说你完全没有相关的背景 你想要来重置相关的行业也是没有问题的 新西兰会有一些针对这些没有背景的一些两年制的课程 能够也能够虽然比一年要稍微的慢一点 但是两年时间其实也是不长的 也还可以 然后能够让你很能够很快的能够能够相关的知识来进入到这个行业 嗯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新西兰建筑行业感兴趣 还有更多的问题的话 欢迎来给我们来咨询 或者在屏幕下方来留言好吗 好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下期再见了 好 拜拜